赵露丝男性王安宇主演的古装剧《神隐爆红》 两人选在善待夜分享自拍甜蜜童话照 从戏里填到戏外 接着两人合体收放时 王安宇报看过赵露丝与无聊的古装代表作 心悍灿烂 还在赵露丝追问下 一口答出他演的角色 昵称是鸟鸟 但怎样都想不起赵露丝的角色名字 当赵露丝告诉他正确答案是陈少商 没想到他竟一口否认 少来 他当下一脸震惊 影片曝光后网友笑成一片 狂夸王安宇的反应 根本是打脸他有看剧的说法 据戏赵露丝与王安宇接连两场采访 第一场王安宇表示 之前会看一些他的戏 没想到赵露丝听完后开心大喊 哦你自投罗王说一下哪个戏 他想了半天想不出剧名 急忙强调 我看我真的看过 他在一旁狂笑 第二场王安宇被问 看过赵露丝哪几部戏 他笑会又来了 他转头夸提问者 你真的是问出了我的心声 因为上一个采访我就问了 半天说不出来 现在都还不知道 可能因为刚刚没给他足够的时间吧 王安宇忽然灵光一闪 打出心寒撒烂 赵露丝闹他 哦真的 我演的角色叫什么 他打出赵露丝剧中的小名 是鸟鸟 但接着问他 那个角色叫什么名字来着 他很认真地回答他 成少商 他听完竟苗喊 少来 现场现实一阵沉默 而后传出爆笑声 网友见状 狂Q王安宇 完了 没看过心寒灿烂露馅了 他心想 尿尿的题目好难啊 他该不会以为 成少商是男主角 无垒的名字吧 真就立刻被赵露丝抓爆 没看过剧 不过虽然在采访时 闹出了一个小乌龙 但不得不说 赵露丝 王安宇在神影中的表现 还是CP感十足的 两人私下也有好交情 他曾在日前受访时 对网友批评赵露丝 在剧中前期原生台词 太打一事 给出解释 认为这是他 为了区分 前后期不同角色 可以做出的特色 两人还约好 要二代现代剧 只是他递了几次剧本给他 都因为对方 当切太满而破局 让他开玩笑直喊 我心碎了 再也不要递剧本给他 不要再跟他演戏了 他则在一旁 笑到不行 并回 最好是 两人互动 尽显好交情 除此之外 两人在神影片场中的表现 也是尽显甜蜜 在神影 官方 在近期释出的花絮路透照片中 我们也能感觉到 两人的甜蜜 并且迅速在视角媒体上 引起了广泛关注 照片中 两人身穿休闲装 坐在一家特色餐厅的 小桌子旁 共享一碗 香气扑鼻的面条 画面 闻心而充满情趣 赵露丝一边 明着嘴唇一边紧盯着面前的碗 脸上蕴含着一丝羞涩与期待 而王安宇则不自觉地笑了出来 透露出一丝幸福和害羞 这幅画面 展现了两人之间的甜蜜互动 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 据了解 赵露丝和王安宇是同一部剧集的主演 由于剧中有很多合作场景 两人的关系逐渐变得亲密 这次花絮的拍摄 是在剧组放松的时刻 他们选择了一家具有特色的面馆 享受美食的同事 也加深了彼此的了解 值得一提的是 赵露丝和王安宇的合作 绝对是这部剧集的一大亮点 他们在剧中演绎了一段感人的爱情故事 无论是情感表达的细腻 还是演技上的默契 都引得了观众的热情追捧 相信这次的花絮照片 也会进一步加深观众对他们之间 化学反应的期待 这张照片一经曝光 立即引发了广大粉丝的热议 网友们纷纷在评论区 表达了对赵露丝和王安宇的喜爱和支持 称赞他们的甜蜜互动 可爱又温暖 同时有粉丝猜测 这或许是两人之间的恋爱暗示 引发了更多关注和讨论 不管是什么样的解读 这张最新的花絮照片 无疑为观众们增添了更多的期待和想象空间 赵露丝和王安宇的甜蜜互动 让人心生羡慕 也更加期待能够在剧集中 看到他们再次带来的精彩表演 相信他们的默契演绎 一定能给观众带来一系列难忘的情感体验 况且最新的花絮照片 不仅展现了赵露丝和王安宇之间的民间关系 也燃起了粉丝们对于他们的喜爱 和对神隐后续聚集的期待 不过如今聚集过半的古装仙侠剧神隐 真是越来越虐观众了 在最新的剧情中 阿英为了不让古今寄出先缘 跑去庸民界找敖哥陛下 用自己的灵力换取凤影的先缘 代价是自己只有一年可活 等古今他们知道这个秘密时 阿英已经陷入了昏迷当中 为了救他 众人齐心协力想办法 而从神隐放出的预告可以知道 下面的剧情将会在二十节的基础上 虐到观众干疼 虐新级名场面将会轮番上演 阿英一夜白头 大则山满门被灭 古今不再信任阿英 以及阿英仙骨已碎 哪一幕都让人为大则山 及阿英心疼 而名场面 阿英仙骨已碎 对观众的视觉冲击 更是不容小觑 阿英心死时说的那句 生死不见 让我想到了陈相如蟹中 杨子饰演的颜蛋 在心死时 跳了无巧的名场面 不过同样是表现 心死断浅的绝望 身影赵露丝 和陈相如蟹杨子对比 还是有很大差异的 身影中赵露丝饰演的阿英 本是一只低阶仙兽 七万年前已经足命的水凝兽 一位古今捡到 得以降生于世 再和古今的朝夕相处中 互生情愫 但到古今知道自己和阿英相恋 就会让大泽山万计不复时 忍痛毁掉了自己的情思 这一举动 虽然让阿英被受伤害 但阿英仍旧默默地爱着古今 在知道古今 为护住凤影肉身 要记出自己的两分先缘时 更是不顾自己为数不多的寿命 替古今拿到了凤影的先缘 可谁知 造化弄人 古今想办法 为他续命之际 大泽山被入魔的红衣灭了 阿英不相信红衣会做出 此等伤天哈里的事 偷偷放了红衣 最后自己被罚 因为古今对他的不再信任 以及凝云山被古今毁掉 带给阿英的伤痛 阿英在古今对他进行审法时 心死断情 说出了生死不见的虐心话语 他说完这句话后 眼泪不由自主地落了下来 隔着屏幕都感受到了 他的绝望和心碎 真的把观众虐得落泪 而《陈相如泻》中 杨子饰演的严淡跟阿英相比 他的心死断情 又是在另一个层面上虐观众了 严淡本是一朵双生四叶寒淡 幻化出人生后 为了不让姐姐止息 感到自卑 假装摆烂 却不想入了应渊帝君的眼 就此 他们的命运开始纠缠在一起 严淡爱上了应渊 心中对严淡有爱的应渊 害怕严淡受到情罚 魂飞魄散 不得不向严淡撒谎 可他哪里知道 严淡宁愿轰轰烈的为爱而死 也不愿在没有爱的天公狗活着 而应渊的绝情 让严淡发现 无论是茅屋相守 还是天空相伴 都是他 满腔热血 付错了人 在知道应渊不爱自己后 严淡便再也没有活下去的念头 太过执着的严淡 在得不到想要的答案时 心死了 说完那句 早知如此 宁愿寒淡之花 从未开过后 毅然决然的 跳下了了吴乔 而他跳了吴乔 这个名场面 曾经一度虐哭了无数观众 可恶的天条天规 让为爱勇敢的严淡 就这样心灰意冷的 心死断情了 所以同样是 演心死断情 杨子和赵露丝对比 还是有很大差异的 赵露丝饰的安音 是绝望 是心碎 而杨子饰演的严淡 更多的是心灰意冷 持心错付 虽然他们的表演 各有特色 各有千秋 可当观众们 看到这两个名场面时 都被虐得泪流不止 这也说明了 赵露丝和杨子 把阿英 严淡这两个角色 给养活了 才会如此深入人心 杨子与赵露丝 饰演的心死断情 都挺虐心催泪的 那么大家更喜欢谁的表演呢